玉龙续辉半岛能不能买 一个视频说清楚该楼盘的优缺点 第一 异端 玉龙续辉半岛位于汉阳区 卧水湖板块并挨着二环线位置 第二 学校 玉龙续辉半岛附近的小学和初中并不远 距离七里小学大概450米 距离七里中学大概300米 该学校在汉阳区属于最差的第四梯队 第三 地铁交通 该楼盘道路交通还可以 可以快速上二环高架 距离地铁四号线七里庙站 或者十里铺站大概在900多米 距离上稍稍有点远 第四 楼盘品质 该楼盘容积率为5.25 都是43层到56层的超高层 小区共五栋楼 总共1000户体量一般 户型主要就是104平的三房两厅一位中间户 以及128平三房两厅两位的边户 户型方面整体一般般 楼盘距离墨水湖还算比较近 湖边的环境还是不错的 第五 楼盘的不利因素 该楼盘最大的不利因素 就是北侧锦林二环高架 会有一些噪音 其他方面没有太大的不利因素 其他配套 该楼盘所处的墨水湖 以及旁边的鹤山板块 没有大型商业综合体 周边主要是一些老小区为主 生活氛围还可以 综上 续辉半岛 各方面大概的配套 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们会真实地介绍 每一个楼盘的优缺点 最后关注我 武汉永哥选房 专注做好一件事 为您选好房 并带您实地看房 优优独立的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